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讲一个外星人 但是这个外星人不在宇宙外面 就住在我们的地心里 传说地球内部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古文名 叫阿加塔 现在出名的传说就是一位美国的将军博德 他在1947年被美国政府发到南极 负责一个秘密项目 很多人怀疑他到南极呢 是寻找希特勒的地下基地 传说中那个基地里有神秘武器 例如飞碟啊等等啊 有没有找到这个基地 倒是很少有人关心 但是回来之后呢 博德将军向家人透露了一个故事 他说在南极飞机上对南极进行考察的时候 突然他和其他的队友失去了联系 然后南极冰原上出现了绿洲 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温暖的阳光茂密的树林 无数的鲜花和不知名的鸟类飞来飞去 但是更令人惊奇的是 他飞到了一个城市的上空 他飞过一个巨大的彩虹 下面有一个天堂般的城市 干净巨大的建筑和白色的街道 宽大的河水像是梦境中的家园 当他还在迷惑的时候 旁边飞来了几个UFO 飞机呢就被他牵引了 一种莫名的力量控制了飞机 一直把他互通到一个宽大的广场里 然后他被一群长相高贵美丽的人接待 都长得很有灵气 不知道腿长不长啊 身材怎么样 这里他确实没有说 在里面等他呢 是一位50岁左右的白发老头 不都说这个老头的眼睛很神秘 好像有一个世界在他眼睛里 明显不应该是50岁 应该更苍老 老头就跟家人说 你们这个地球外面天天打仗 确实给我们阿加塔人带来了烦恼 因为你们刚刚进入科学时代 人类还有一些很多的苦难 要一起经历 如果你们不消灭自私和不必要的仇恨 地球上的文明就不会发展 他说将军呢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作为信使最合适 将军就听他说到这儿 我就感觉这老头肯定是忽悠的 这老头还跟这个将军说 地球上现在消失的文明 什么亚特兰蒂斯啊 雷姆利亚呀 都在他们的守护中 时间一到 这些失落的文明就会回到地面 在那之前 人类必须消灭自己的仇恨和自私的想法 进化自己的精神领域 我们语言那期也说过 人类应该有更高的交流方式 就是精神交流 所有的文明和科学才会发展 这个精神进化 真的好多学者提过 将军一听就是明白了 就是不想让我们地球上人打仗 这个将军是有点逮 要是我进去 你得要点东西啊 你最起码拿点土特产 要套衣服回来也行 但是什么也没要 就被送回来了 你就再不计 你当个上面女婿不也挺好的吗 你回来干啥啊 还招那罪 但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 我们都在宇宙外面找外星人 但是他们很有可能住在地心 那就很合理了 没事出来看看 道也尽 也不用像宇宙一样 一下几亿光年 几十万光年 几亿万光年 从地表到地心 可能开两小时车就到了 这一点啊 苏联人的想法就跟我差不多 他们都去宇宙外面 去寻找外星生物 我们就奔在地心实际 但是发现什么了 我们以后再讲 大洪水大家都知道 这样大洪水可能带走了 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高等文明 什么亚特兰蒂斯啊 雷姆利亚啊 有学者就推测出 大洪水可能是因为 地球南北磁极发生了转换 所以造成了地球上洪水泛滥 而且我们现在的南北磁 也在以一个极慢的速度再转换 也就是说大洪水可能还会来 那么高等文明发现了 这个磁极问题 很有可能他就搬到地心去住了 地心的环境就算磁极转换 也不可能影响地下人的生活 对于地面上的人来说 地心就是天堂 而且地心里的老头 也跟波德将军说 亚特兰蒂斯啊 雷姆利亚啊 都被守护在这儿 很有可能就是被他 接到地心里去了 这么一说我也好想去啊 对于地心里的老头